最代理点范是非常远 所以一开始我讲花一点时间 我会很快的讲一下 如果各位还要不要解 迷惊破坡的话 或者是 不知道我们在干嘛 我们可以很快的 照理介绍一下 迷惊破坡 在干嘛 所以介绍完以后 我们可能会 我不觉得 用任何一个例外 例一下 或者是 媒体的操作型定义 可以定义破坡 所以我只是简单的 做个过程来讲一下 那第一个是 所以破坡 很多人问我 跟英文字是怎么样 怎么来的 那 我们开过一个玩笑 就是 破坡这个字其实 我们一开始不是要教 破坡 那跟立报的关系 各位有听过立报吗 立报就是陈修果 我们先生 从上海开始办 他包括上海立报 香港立报 然后来台湾的时候 他本来要办报纸 我可以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 1949年 我们俩来台湾的时候 然后 然后周恩来在掌中正都曾经找过 曾经找过 曾经我 能要求他留在 就选一个证点站 那他给周恩来 他就问周恩来说 那 我如果留在中国 那你可不可以让我办报纸 周恩来说 他没办法提醒这个事情 你要教你某个东西 那掌中正就说 没关系你来台湾 我一定要你办报纸 他就骗到台湾来 那台湾来以后呢 他从来都 不能办报纸 一直到简单之后 然后 所以简单之前他在干嘛 他就办了私勁大学 因为他觉得我不能办报纸 我起码可以在学校 对不对 我可以教应是记者 所以后来我们 我们其实就是 无利报的前生 播报的前生 其实是在利报里头 我们那时候跟周恩 大周恩 一两岁 我们在那边 一六十的时候 因为我要打勾 所以我就跑去利报 打勾 那利报那时候有一个版 我现在没有了 就是有一个叫做专版的东西 就里面有 性别版 我们那时候全台湾 一配性别版 有走掉文化 有知识正体的版面 叫做新视局 然后还有电影版 就是我去当 有个part time之间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 也很奇怪 因为我的长官是招伟 有当招伟 有没有跟他学书吗 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 讲台湾民歌运动词 那我进去的时候呢 我发现我们 我们那个组里头 没有一个自学新闻 只有一个自学新闻 大部分人来自 比如说我们是念成长组 然后有来自 我的长官 长官 我的老板是 清大电机版清大历史 然后我们有台大能力学的 数学系的 心理系的 反正什么系都没有 就都有 都没有新闻系 唯一的一个新闻系 就是我最讨厌他 因为讨厌他不是他的能力 其实他所有都要到新闻归班 告诉我们怎么签新闻才对 那时候我们在 我们那边有个小品 那完了以后 我发现我们就会有问题 我们不想要做每一天的 这样的报纸 因为很重要 因为你说那个专刊的报纸 大概不去 你说两个人觉得 一个人到现场去 都要给一些新闻稿 跟网络 拿出来刊子 那第二个是 我不觉得我们人在被签的 例如说 一个 跑劳工运动新闻的人 难道他真的不需要了解 电影音乐或其他事情 反过来也是一样 譬如说 你如果喜欢汤卫尺 你不太可能不太关心 劳工阶层的问题 而且喜欢汤卫尺 或者你喜欢RachelHack 那你不能完全对于全中化 没有解决吧 对 或者是 某个你喜欢的 Losmith 可是你又是要挑战给人 非常奇怪 就是说 对我们来说不可能分开来谈 所以呢 我们在选择卷入说 那我们是一半天来谈一个特别班 就是打破所有的 传统 也不要分线 就是我们一半天搞一个二岗 二岗版 然后那时候叫破报 所以 破报大概是开始上来的 后来那月呢 是改组的关系 很莫名其妙 我只当了三个月的 的partime的记者 后来就变成专门连续主任 结果 我也没看到 那中间有一些过程 这是 我那时候用爱的老师 也是在 台大教书 有牵客就是 Lucy 陈琴 老师 我们就跟他谈很久 就是让破报慢慢统 密报突进出来 变成一个周刊 所以本来是 平常的日子 我们做密报的 六个版 八个版面 然后到礼拜天 我们会做十二个版面 对十八个版面 后来才能够成 现在能够破壞 然后 我们那时候 给Lucy的 说准备的 proposal 就是说 有破才有力 做这个破壞 可是这其实不是我们 那个目光没有那么伟大 我们那时候选的 英文名字 其实叫pads 就是pads pads在英文里口 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那种 就碰滴锅的意思 可是pads 还有外个语言 就是 你不知道 就是 大马的意思 大马的 英文呢 每次的一个语 就叫pads 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 是一群科挂的 整个一场干的事情 只有 叫pads 那 所以pads的意思 第一个是 你可以说它是muchpads 或者是很多人觉得 我们是一个 统治杂志 以前我们很多gay的新闻 可是每次有人说 我们是统治杂志 都会觉得 那就我们来说是一个 称赞 刚刚有 或者很多人觉得 我们是另类的文化杂志 或者是一个地下虐杂志 或者是一个学生报 年轻报 反正很多不同的看法 那到晚期 很多人觉得 我们是 总派的报时 因为常常 骂这些人 那当我们骂 蛮久的时候 他就学我们 很奇怪 反正就是我们常常 在那中间 这带是外面的 对我们的看法 那有一个影片是介绍 这很早以前 尤其不太 因为让各位看到 我们很烂 别跑出来 他就是 Tips 以前拍过一个小小的 几分钟的短片 在讲破坏的历史 我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画面 只是 十几年前 十二 在讲我好像很早 大概 我其实不太确定 拍了 有声音 可是 我感到没关系 没有太大声 那时候我进到我的印刷厂 然后跟着我们的发行 那时候拍的时候 破报 我们其实中间一段很多阶段 一开始 发行的时候 就有三千份 是要卖行的 然后我们就到金石堂 成品去卖 遇到非常大的阻碍 因为他们不找的 你应该把它放在报纸上面 报纸的那个栏位 还放在杂志的栏位 因为它没有这种赛事 因为它没有这种赛事 连架子都没有这个size 然后我们的封面 有时候做得很苦 就是这个 金石堂 常常不敢拿我们放 所以我们在通知上 又有非常大的困难 我还记得有一次 陈建仁 陈建仁那时候还没有 没有艺术家 他那时候还没有很有名 他那时候很穷 所以我们常常会 自助那些很穷的那些 他帮我们画了一个封面 他画了 然后那个封面就是 各位 你们那时候可以知道 那时候画的一件事情 就是新竹 青少林监狱的报纸事件 就是 有非常多的寓局 他信心在那些上面 那陈建仁就帮我们画一个图 就是那个寓局在 信心青少林 就放在我们的报纸上 所以那个报纸上 他送到 陈品金石堂的时候 没有人敢放 证明 那我们背面是那个MTV的广告 所以他就全部都放背面 这时候我们在通商教育 那通商还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 你要给青少费15%的钱 然后你要给通路板的事实 我就说 这个 你发运作 你就培约做 这个意思 所以后来 我们就经过 在1997年左右 我们培约了很多钱 所以整个历报就全部改组了 然后也发生这样做 空洞的事情 比如说 有人骂我 是右派 有人骂你死 后来 因为我们从破报出来的人都开始分了很多 因为我有一部分到普遥往去 有都真的被人称聘 好读后买的诸葛 那些全是破报出来的 那讲这些意思 我其实没什么好逼过来 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斗争过程 好 那我们一看一下 其实破报曾经做回事后面 我们各种不同的事情 有不同的看法 那我再讲几个故事 第一个是 我们常常遇到一些威胁 第一 都有人知道 或是不知道 其实破报是第一份进到台北京的战场 那时候 那时候可能有个台北京的战场 那个 搞不好他进去破坏什么 所以就让我破坏进去了 那进去以后呢 他们发现越来越不对 破坏有点那个 破坏 反正我们刚才签了一年的合约 可是后来我就收到非常多警告信 他说 破坏迫害青少年身心健康 违背善良风俗 破坏公布门准 反正就有很会长法则 然后就想后把他们赶出去 这是第一个 我们其实是第一个进到捷运的报导 然后也快就赶出去 那 其实我觉得真正名义 并不是道理的原因 也是商业的原因 因为如果破坏进去的话 换句话说 我原本一个一个一个 一年要好几千万的那种广告看了 我就卖不进去 因为不管他没有带 只要带广告 所以他不应该让所有人都进去 他要把那个钱直接给广告商 这是我的理解 后来各位可以看 全世界很多地方的建议都可以进民费报 那台北是没有的 台北我认为你被报是 爽包 爽包并没有进去 爽包在外面 对 进去的是 乌配本 你知道乌配本 每一年要给捷运局多少回费金吗 猜一下 嗯 第一年付了三亿 然后之后降到九千万 这是一个业界都知道的故事 那时候爽包 就苹果跟绿合包 去挤到捷运站去 那捷运站是开条件 然后苹果人包都放出风声做好 然后三亿才能够进去 就 他们两个去投票 就苹果根本没去投 只是这样 人要报去投 所以人要报了之后就进去了 我就用这个角度来理解 你不要理解 破报为什么不能进去 完全不是 看起来像是道理 其实不是道理的问题 就是什么回费金的问题 所以你们 你们就可以理解 你们下去捷运站头拿那个报纸 是述了多少回费金的捷运站 所以里面重新报告 因为他们就靠那个贷运 那第二个是呢 那我其实常常受到非常多读者的暴力 我以前的桌上有非常多的行政院 新闻局有广告的 不是广告 警告信 就是说 我们放了太多的 违反善的风俗 我们常常肉弱 虽然肉弱都是男生 可是还是会被告 然后我桌上面常常觉得有警告信 可是我们通常不太理解 最夸张是有一次我在报社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老师打他给我 就打他进来 就骂我 骂我大概骂了半个小时 他说他是建东的老师 他孩子在念建东 你们一个学校办的报纸 因为破报纸是179千元 他说一个学校办的报纸可以 报纸那些 整天长同志 地下医院 运动 那会破坏他孩子的 神经发展 那我就说 我就 我刚才很 你知道我们不能对赌者太凶了 他说什么 我刚才只很客气说 那这样好像 那你还到底在哪期哪些企业 觉得会受到身心健康预长 他说他 他灭建东 他跑到他儿子的床底下 收集一堆破报纸 就旧的破报 然后上面都是种子的报纸 然后他就说 你这样误导我的孩子是什么 那后来我讲一句话说 如果你早一点 发现你的孩子的 性格上是一件好事 然后他就很生气 报报 像这 很多像这样的事情 然后 另外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是 我们其实常常清晨跟别人做一件事 譬如说 以前破报其实有很多 Nike的广告 后来呢 我们做了非常多 Nike的雪旱工程广告 的报导 后来Nike的广告 我待会谈一下广告跟电梯部的单元 就是很多地内的媒体 或者是独立媒体 其实不太谈广告 可是 我们必须真实的媒体谈 因为我就是要养很多人 讲简单就是 我底下有十几个同伴 我就是要养过他们 我就算不拿任何薪水 我还是要养过他们 所以广告就是我们的秘密 可是 可是 广告还是有一些界限 什么东西你应该看 什么东西都应该看 像Nike 我觉得 他给我们整个修法的所谓 可是 不会阻止我们骂他 所以就继续骂他 可是 坏了六点 另外一个是Pony Pony Pony是那个 我们叫Pony的球鞋 他有一阵子 请很多涂家的艺术家来 然后在华山日文特区 说 他找很多涂大客来 所以 而且是非常挺尊 非常好涂大客 然后他就在墙壁上留一个牌墙 说 你只能盖那个土鞋 在那个牌墙上 画土鞋 后来我们去访问那个 我们去访问那个 记者 访问那些土鞋 我们就把那个土鞋 盖到华山里去 所以华山看到很多 乱七八糟画的 是我们盖那些巨大画的 像这种事情 已经超过我们 任何做记者的 该做事情 那第三个是 正常党 我们也拿过民进党的 拿过国民党的 拿过很多党 但我们从来没有提示 骂他们过 我们也有海莱文党 以前我们有非常多 发达的业务的 广告 海莱文党 可是我们也离平行 有骂他们 所以后来给我们 就抽走 我们这样子生了一些 独立片商发行的广告 然后比如说 我们来创造一些新闻 比如说 我们每一年 暑假都会有多实习生 来到国包的事情 台大、盛大、国外的 新闻救赎 所以我们回来 那我常常会教育 其实在做一些很蠢的事情 比如说 有一年他们跑到 或者这样的 我们去参加台北的 共鸟音乐祭 共鸟音乐祭 在这几年下来做不到 每一年在共鸟音乐祭 开始之前 然后花五百万去买沙 甜 因为那个沙一定 被留得很严重 可是 所有 所有都要去参加 或是听快乐的 老本人 不会去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找了两个 我们那时候还是实习生的孩子 我们就把科码提包 那几个沙滩包 然后去现场母亲的唱歌 或者是我们 我们那时候帮很多人一下 比如说 以前有一个 叫做Indymedia大奥 现在可能还有 它现在没有那么红 Indymedia 这个王子 他是 1997年的西雅图 那绝对话运动之后 开始成立 到1999年以后 被人全世界最大的 第一个问题网络 他在每一个城市里头 都有一个Site 然后 那时候在台北西 我弄过一个Site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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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和暴暴 我其实不太知道什么叫平和暴暴 所以我们只有一句很自寒 很自寒的就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平暴暴 所以我可以平和暴暴暴暴 我可以用我自己来平和平 台湾的平 当然不可能 我只是 好那 我再讲一下破华日度 破华大概只关心 这种都不同类似的 很多状况 这种其实关心三件事情 就是年轻人在绿书稿线上 他的知识成就是社会参与的成果 所以这三个案子是我们最关键的事情 如果你要说我们破华的模糊的 方针的话 所以我们有很多 关于大力艺术、电影、音乐 实验小剧堂的报道 那我们有关键他的知识的成就 比如说 最近有两个学术的图书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会有个社会运动的报道 大概这三块 那 我们的ranking style 就是 我们大概就是要讲新新闻的那种写的方法 也许你们听过当初的style 你们看过一本书 台湾以前有一个最后翻译叫做 当初遥的 就是 或者是 你们听过新新闻的 新新闻的writing style 不是 不是那个 杂 不是那个刊物 New general 预言就是一个writing style 它是一个新的写法 就是它把所有的 新闻事件都写了 然后像侦探小座一样写它 找到真实的证据 用非常恶仁的方法来写出来 这个叫做New generalism 那另外一个Gangzhou style Gangzhou style是一个 我很难信 里面有看过那个 Almost Famous 你叫做 那个叫 有一个 冥阳 沉迷在旺 因为有一个 他会念吗 就是 一个小男生 他想要当 Rolling Stone的记者 他把这边一个团 那录团有 就是服务品 你们去找他看 里面有一个 那个小乐品手 他后来就找一个老先生 很丑很丑 那个就是刚才发明者 Lester Banks 他在 春生杂志跟Rolling Stone 学过非常久的乐品 就叫Lester Banks 什么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们就是说他 Donger style的记者 完全凭自己主观的 判断跟感觉 来评判这件事情 可是呢 有时候他会让你觉得 更接近 事情的样貌 那关注他的讨论 很多 我们就 你大概有时间 可以来专门谈一个 Donger style 那他其实就有点 接触了传统性的角色 做所有的事情 譬如说 我们真的要 你这个WG-H吗 他真的可以告诉你 什么事情吗 不是你真的要 Balance吗 有些人 讲话比较大声 他本来就比较容易被听到 那 悲人这是什么意思 讲话讲很大声 你给他做一些大面 三分之二 讲完小声 你打三分之一吗 还是你 然后 后来我们大概 列出几个 破报比较常 讨论事情的方式 第一个是说 我们这样讲 如果每一个事件 你都可以用不同的 细节观点 接级观点 黏黎观点 没有二种观点看 你对这些想法 不就不一样 比如说 垃圾博物业 你们站在这边就不一样